大家好 我是Kelvin 今集IB7系列第18頁第四集 美國十年期的國債債息創了2007年以來的新高 最高去到4.366 現在回落到4.241 明明通脹已經回落 加息週期到尾升 為何十年期的國債債息還會創新高 主要原因是以下幾點 第一點 美國主權平均被偉宇降了級 由AAA降到AA加 雖然實際上沒有影響美國國債在全世界最安全的資產地位 但降了級 機構投資者會對美債要求更高的回報 第二點 雖然美國通脹回落到3.2% 但依然高過聯儲局目標的2% 加上通脹數字已經過了去年最高基數的時候 預計未來幾個月通脹都會維持在3.4% 甚至會有一點點回升 所以市場擔心原儲局要繼續加息去降通脹 第三點 過去一年市場甚至原儲局都一直擔心加息過晚會令經濟衰退 但現時事實上季的GDP有2.4%的增長 失業率還在低位的3.5% 完全是未有經濟衰退的跡象 而亞特蘭大聯邦儲備銀行更加預期第三季的GDP有6%的增長 原因就是個人消費有增加 同時有更多新屋的工程開始了 經濟沒有出現衰退 聯儲局沒有迫接性去減息 又或者會維持高息一個更長的時間 第四點 其他國家依然處於加息週期的中間 歐洲很多國家的通脹還在高位 例如英國6.8% 德國6.2% 他們的央行未來就更加有需要繼續加息去降通脹 另外其他國家好像日本也放寬了10年債息的上限 變相有加息的效果 所以整體來說 市場對其他國家的債券需求會增加 反而對美債需求會稍微下降 來到最後一點 就是稍微政治性 我認為對美債只是有少許影響 就是近期中國很積極去減持手上的美債 3月至6月一共減持321億美債 現時還持有5354億美債 亦是2009年以內最低水平 中國減持美債最大原因是要維持人民幣匯率 所以亦預期這個趨勢會持續一段時間 說了5個最近美債債息上升的原因 作為散戶應該怎樣去部署? 有一個問題必須要問自己 就是高息環境究竟是暫時性 即是可能維持多一兩年 還是會持長時間 覺得暫時性 應該趁高息環境去買長年期債券長渣 未來減息同時會帶動長年期的國債債息下跌 變相可以鎖死現時的高息 同時債價也會向上 關於債息和債價的關係 可以看我之前關於Duration的影片 簡單來說就是 越長年期 或者越長Duration的債券對息口越敏感 息口下跌 越長Duration的債券價格會升得越多 看回現在 長年期的國債大概是4.3厘左右 如果想要更高的回報 也可以考慮其他投資級別的債券 現時知名的公司 例如Apple做5厘 MacDonald做5.6厘 Oracle 6厘 或者ET做6.7厘 因為通常長年期的債券 只有投資級別公司發行 要更高回報的長年期債券 選擇會比較少 如果相反 如果你是覺得高息環境會繼續 應該買入多些短期債券 現時一年期的美國國債 都在做5.4厘 其他短債的回報都升了不少 有更多低評級公司 會發行短期債券 所以選擇會比較多 亦容易找到10厘以上的短期債券 我會建議分散投資 長年期投資級別債券有 短年期高息也有 可以維持一個比較高的現金流水平 同時未來減息的話 亦可以受到債券的上升 我會建議一個六成買長年期投資級別債 加一個四成買短期高息債的組合 如果想詳細了解 誰可以買哪個債券可以訂閱我Patreon 我會有個別公司的債券分析 都馬上講過了 其實現在很值得看 我就沒有Dee舊文章的習慣 所以一個月月費幾十元 基本上已經可以看回之前三百多篇的文章 就這樣了 今集就這樣了 喜歡今天的內容記得LIKE和SHARE 按下方的IB-LINK 我會有一點回陣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